聪慧文弱的女孩子 鹅广发稀 俗话说贵人发稀 聪明有福气 脸色少血气 眼下三阴三 杨处也是暗淡 肾气不足 体质偏弱 嘴巴歪斜 带着人中也歪斜 亲似重 举气不定 不善言辞 常犯口舌是非 虽然额头高广 但是有斗印侵扰 早年虽然聪明好学 但是人缘不太好 容易被人妒忌 甚至被霸凌 有点胆小怕事 缺乏安全感 眼少神 山根不起 少自信 成年后容易被渣男侵扰 高低眉 也影响到情绪不稳定 时常是想一处试一处 让人捉摸不透 也影响到贵人运 幼眉藏志 此处为彩霞 代表智慧 代表在学业上的耕耘 会有收获 嘟嘟嘴 嘴角下垂 平常负面情绪 还是比较多 爱抱怨 希望调整好心态 凭借自身的学习的优势 做一个老师也不错 男人手指太细 手掌太薄 不太好 男生女手 阴阳不协调 有古代文人气质 手无腹肌之力 但是富有诗书 气自滑 比较聪明 敏感 对文字很敏锐 适合做一些编辑 或者文字创作 广告创业 和文字打交道的工作 那么金星球比较平薄 体质偏弱 生命线在20岁左右 有一条上升线 说明学业有成 但紧接着有两个导文 结合脑线和脑线的导文 和情线的导文来看的话 犯情伤对心理和身体伤害都挺大 那么事业线的断开 事业会因为健康原因而中断 之后生命线又出现上升线 在家庭的助力下重新启航 运势会逐渐好转 生命线尾端的断开 结合结婚线有两条 这个并行和情线的长条导文 综合来看的话 容易离婚再婚